高雄有许多的夜市大多是卖小吃 而且重复性相当的高 以至于在规模以及人潮上始终无法提升 唯独在这个北高雄的瑞丰夜市 不断的扩张成长 成为高雄人潮最多的夜市之一 走一趟瑞丰夜市 您会发现年轻人最捧场的主要特色 就是秀个短望 有20年历史的瑞丰夜市 每个礼拜一三休息只有一天开市 但不管什么时候去都人潮拥挤 且充满活力 这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这里的消费族群 年龄集中在15到20岁 超过60%是学生 还有一半以上是女性 来这里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买东西 因为在瑞丰夜市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或者就是来凑热闹 当然吃的收购短望 更是令学生族群较好又较赞 这边只有吃的吧 买东西 较多吧 你吃的话不喜欢吃的 这边比较准备的地方 你多呢 牛排还蛮好吃的 牛排还蛮好吃的啊 牛排还蛮好吃的啊 那买东西的话 这边吃的比较方便 还是比较准备的 来这里俩龄 穿了娃娃 甚至打愤怒鸟的大友人赞 那多熊的夜市 你觉得哪个夜市比较好 这里比较好 当然南美会有外地人吐槽 硬是要拿红甲来比瑞丰 好像红甲夜市比较多人 不过哪个夜市好 本来就很主观 这位老兄说得不错 感觉比较好一点 只要好吃就好 瑞丰有多好玩 请你下次自己来习习看吧 港路新闻 黄介石采访报道